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開始就傳出很多我們台灣人可以警惕的大事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前被懷疑是中國間諜的 菲律賓斑斑斑市市長愛里斯郭 那為什麼他會被懷疑是間諜呢 其哪是一樁詐騙案 那菲律賓中央政府突擊斑斑斑市的一家賭場 發現賭場只是表面上的幌子 實際上他們在背地裡經營關於詐騙園區跟人口販賣的事業 中央政府就救出了200多位被轉賣過去的中國籍人士或是非法打工的 而該園區內愛里斯郭卻擁有一半的土地產權 那詐騙中心就坐落在他辦公室後方 雖然他有很多說詞說 這我都已經變賣出去了 進而讓更多人懷疑他跟中國是有關係的 總之上個月愛里斯郭無法清楚的回答 他的家族歷史跟成長背景 那表示自己是私生女 17歲以前的童年 模糊交代不清 隨後愛里斯郭在電視上大喊 我不是間諜 我是菲律賓人 我愛我的國家 而最近有一位菲律賓的參議員 將愛里斯郭的指紋送去了NBI對比 隨後這個機構就發現了 愛里斯郭的指紋跟2006年 曾經在菲律賓從事間諜任務被抓到的中國特務 郭華平的指紋一模一樣 另外一個文件指出愛里斯郭在10歲的時候就使用了郭華平的中國護照 進入了菲律賓 而這本護照出生時間是1990年 按這個時間線來看 2006年愛里斯郭也才16歲 從事間諜任務肯定不是一開始到菲律賓就從事間諜任務了 那估計16歲之後這個間諜任務會不會也太太小了 那可能這個中國護照也是任務所需造假的 因為在中國連親子鑑定都可以造假了 這個應該是公認的事實 那國家有需求 還有什麼不能造假的呢 而愛里斯郭提交了菲律賓參選的身份 是1986年7月12號出生 明顯跟他入境的中國護照是不符合的 那不管如何啦 不管是哪一邊的資料造假 只要把這個指紋再送去檢驗過 如果還是一模一樣的話呢 那基本上就坐實了 他就是這個中國特務 即便是雙胞胎指紋都是不一樣的 是獨立存在不會重複 那今天帶大家看這個菲律賓的例子 歐美的例子先前講過太多次了 歐美日韓非印紐澳 都出現很多中國間諜或是滲透的情況 不管是被疑似被懷疑的或是已經被證實的 都非常多 而台灣有媒體跟政黨卻說這都是民進黨的謊言 台灣不可能會有 台灣如果會有的話就是你民進黨自欺 原來民進黨已經控制了歐美日韓非印紐澳 對嗎 因為只有這些地方有 台灣沒有 如果台灣都可以控制這麼多國家 連美國都控制了 你還不投啊 如果全世界只有台灣在說 你看中國在對我們滲透喔 那大概率台灣有一半是造謠的 但是全世界來說 先進國家或是地理上有戰略優勢的國家 或是有被中國當作有戰略價值跟美國對抗的國家 都有被傳出滲透的情況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覺得近在指使的台灣是沒有的 我也不懂 然後這些人就瘋狂抹黑 我們是麥卡錫主義啊 怕台灣會變成麥卡錫主義 你知道麥卡錫主義是要上聽證會的 不是就是你們在搞聽證會 在搞聽證權擴權這種東西嗎 而且你們批判麥卡錫主義的力度 遠遠比台灣怕變成中共主義 共產主義來的還要更誇大 我只覺得很荒謬耶 我怎麼看都是撲馬跟波特王還有我被麥卡錫主義耶 對吧 我們甚至都還沒說出來是誰 反而那些沒被點名的還出來擠了說是我們是麥卡錫 接下來啊 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消息 開除 中國前兩任國防部長的當機 包括李尚福以及魏鳳和 那這個跟台灣的局勢有很大的關聯啊 不要覺得這是中共國的內政而已啊 台灣只顧好台灣的事就好啦 如果這樣的話那中共打台灣也是中共的事情啊 那他的內政關台灣什麼事 那大家都不要關心啊對嗎 有點國際視野好嗎 7月中旬啊中共就準備召開了三中全會 那事實上給出的理由是什麼呢 這兩個前國防部長啊 貪污腐壞 土力他人或自己 OK 我們現在有一個前提的概念 在中共國能當上中成以上的官 即便你在低層喔 低層的話如果你在低層 幹了10年20年的村幹部 或是什麼書記 縣委書記這種小職務 那 沒有一個人 是不貪污的 你不貪你也必須貪 因為只有你貪了 你的上層或是你的同僚 才有支持你的必要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清官 你隨時把這些貪污的人給舉報了 對嗎 他們也不可能留你 因為你必須留一個把柄 在自己的同僚手上 或是在你的上屍手上 在中央手裡 你若不聽話 若是戰錯隊伍 政治戰隊錯誤 或者是啊 當需要借用你的向上人頭 因為中央的政策 或是地方政策的失誤 要把你的頭用來安撫軍民 所以說你貪污 我們要打貪 就是他 害大家沒錢的 所以你必須納頭名狀 有了這個前提 我們繼續往下走 魏鳳和啊 是火箭軍的上將 火箭軍是對付台灣的王朝 我相信這個無庸置疑 去年火箭軍司令員 李玉超也被拔官免職 副司令也雙雙弱 那這個我們先前就聊過了 因為火箭軍被發現 貪污的太誇張了 導致超過一半的裝備啊 所以不能施戰打台灣的 你怎麼貪都可以 不能動到王牌身上 如果連王牌都貪成這樣 那 不是王牌 不是精英中的精英的那些部隊 那該怎麼辦呢 而聖上又是一個疑心病很重的人 這跟他的童年有關係 每個獨裁者都是活在謊言之中 所以才會做出很多的錯誤的判斷 對嗎普丁也是嘛 去年同時段還爆出了中國外長 秦剛的事件 對吧 那這個秦剛也是透過跟習近平的老婆 彭麗媛的這個關係 慢慢慢慢 得到這個噤聲的管道 而他是一個非常年輕 非常短時間就可以當成外長的一個人 連他都出賣習近平了 你們這些人 不可以因為要一直貪污 或是覺得說 要把台灣的事情一直拖住 因為我不想要打台灣 打台灣會讓 中國面臨很大的風波 所以你們呢 乾脆把情報出賣給美國 反正台灣不打 我就能一直貪 我就能一直玩 而魏鳳和和李尚福的罪名 有細節上的不同 魏鳳和是土地他人 因為魏鳳和自己已經位高權重了 他 基本上 封頂了 他不能再土地自己了 而李尚福是土地他人 與土地自己 因為那個時候的李尚福啊 位階還沒有這麼高 還沒封頂 所以他必須 土地自己 那他要怎麼土地自己呢 不就是收買他的上層嗎 土地他的上層嗎 土地他的同僚嗎 那他的直屬上層 是誰呢 當時是張宥霞 張宥霞是 現任中共 軍委 副主席 也就是說在 軍權上面 勝上之最大 再來是他 那你都知道在中共國勢 抓槍桿子的人 那個最大 張宥霞 他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還來得大 因為他有槍桿子 那按理來說 他要土地自己肯定找上層行賄嘛 張宥霞為什麼沒事呢 這個 我們可以在坐等 幾個月後看看 我們假設 張宥霞他如果真的也是有問題 而聖上知道 但為什麼聖上不動他 因為張宥霞他是軍委副主席嘛 聖上是軍委主席 那張宥霞算是長期掌握軍權 又在軍隊裡出身長大的 跟聖上的這個 盡力是差很多的 張宥霞是真正的在軍中跟同袍 是有共患難的情懷 如果聖上在沒有主義突破下 急於收網 那估計中共 軍事上跟 政事上會有很大的 不可控因素 那魏鳳和跟李尚福啊 曾經多次的大喊 要收復台灣 重挫台獨 你看啦 我們解放軍一出動 台獨 色色發抖 結果你倆 現在已經 色色發抖的 鑼鐺入獄 真的是太暖心了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吧 台獨分裂活動 越猖獗 受到的反制 就會越堅決 台灣問題 是中國的內政 放途以台字 必將 以失敗到處 還有一個 我也是覺得很荒謬的 中共的 總理李強 最近出席了 經濟論壇 李強說出了言論 竟然重蹈了 前總理 李克強的 副策 而中共中央啊 隨後 斷章取義 且刪除了 李強的 重點內容 李強說的完整內容是什麼呢 中國經濟 經過 疫情之後的幾年衝擊呀 就像一個大病出獄的人一樣 按照咱中醫的理論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 顧本培圓 不能下猛藥 結果中共媒體一開始是有轉發完整論述的 但是 僅僅兩天之後啊 不能下猛藥 這個詞 全部被刪除了 只留下 顧本培圓這一句 我們去Google打下關鍵字 全部都有 不能下猛藥 李強講了這句話 但是你到百度上打 僅剩一條12秒的影片 而這是網友自製的短片 零評論 零參與 你說如果一個正常的評論你應該 在你們的搜尋網站一打馬上就一堆搜尋了 對吧 在百度上 你打 現在只剩一個 那這一個不知道在我這條影片被播出後會不會被下架 那小粉紅你們也不要揪著啊 我翻了十幾二三十頁我終於找到有另外一條了 打給你八九 為什麼要找得那麼困難才找得到呢 這是你們總理講過的話呢 對吧 我們可以翻回到以前 李克強講要搞低攤經濟 對吧 結果那個時候跟聖上又是衝突了 然後李克強又說啊這個全面脫皮呢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啊 六億人月入一千 也是慢慢的被封禁 但沒有辦法 這個效益當時一出去的時候 然後中共沒有在第一時間刪除所以呢 六億人月入一千已經生殖了很多中國人的心理 所以李克強過世的時候才有這麼多的中國人站出來 因為 聖上實在是太倒行逆施了 我們如果不顧及 他人力 甚至不惜 開歷史倒車 搞脫鉤鍛鍊 小願高強 那只會抬高 全社會的 全球的 經濟運行成本 那看來李強要步上李克強的後塵 也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自己上位之後才發現李克強啊 不是要嘴硬 不是要跟身上硬幹 而是中國經濟情勢 確實如此 已經沒有辦法力挽狂瀾了 所以讓一個習近平的親信 李強 說出了 跟習近平討厭的李克強 類似的話 大家不覺得很詭異了嗎 所以我還是不明白 中共的一堆經濟學家跟 總理 包括前總理 都曾經在發言中不斷的強調 以及承認 中國經濟條件是非常之差的 你們卻繼續要舔共 要台灣跟中國擴大 經貿合作 你們先去買中國的A股吧 你們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再跟我說 要不要跟中國有更深入的經貿合作 對嗎 如果 連你們自己都不敢 長期的 投資中國A股 真的 不要在那邊跟我 五十三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鵝 下次見了 掰掰